用这筷子把这豆腐切开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香葱拌豆腐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第一个步骤 先把豆腐 这是越嫩越好的豆腐 现在天的汗了 香葱拌豆腐吃的要热的 要是再暖一暖的话 再过个十五六天 就吃凉的了 这么一磅就正好 往盘里 咱这个呢 上锅蒸 要蒸十分钟 让它热透就好 一片一片的这么摆上 放到盘里 入龙汁 上圆汁算十分钟 不要给它蒸老了 起大泡 不要那样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香葱是相当好了 非常棒 把这个地方轻轻的修一下就可以 这样 在木质的地方弄一下 把这个去掉 这样就行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 叫香葱 切成一公分长的碎段 就可以 现在烫一下 一见绿就可以 一见绿就可以 然后马上开上锅了 给它洗凉啊 煮上一分钟就行啊 开锅一分钟 必须要呢 开锅 把它这个 亚硝酸盐 给它焯出去 把它切成一公分长的小碎段 先放到这 现在开锅了 开锅呢 咱们把它 拿出来 把这水倒出来 看看 这水有的事 来这样 把这个葱 这么放上点 这么放上点 把香葱放在中间 原葱啊 混浊在一块 现在这样 看啊 看准 干这个活 似乎非狐 往那一浇 少加上一点盐 再加上 酱油啊 生抽 和大豆酱油 往那一浇 这个菜就做好了 来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菜的颜值并不高啊 但吃起来味儿是非常棒的啊 你像这豆腐 用这筷子 把这豆腐切开 豆腐一定要嫩啊 让你看这个缓解啊 豆腐非常嫩啊 然后把这个香葱往上拌一拌啊 或者 不且要大块的最漂亮啊 来一口 来 看看这个豆腐 你看这个嫩度 就确定了 好吃 香葱拌豆腐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书位观看